好,在看完了生词和端语之后,咱们来看一看第30课的课文部分 我们看这篇文章叫做Exploring the Seafloor,海底勘探 这是一篇科普问题,用到了准确的专业的术语,清晰的句法结构 而且注重各种客观的描述,不带任何感情的色彩 这种问题在我们各种英语考试,尤其是考研,出国考试中特别常见 咱们要好好看一看 先看一下第一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请看屏幕 第一句话说 Our knowledge of the oceans a hundred years ago was confined to the two-dimensional shape of the sea surface and the hazards of navigation presented by the irregularities in depths of the shallow water close to the land 还得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我们看到这个句子的主语就是我们的知识 Our knowledge 这个主语后面有两个后制定语 第一个是of the oceans就是对于海洋的知识 第二个是a hundred years ago是一百年前的对于海洋的知识 到这儿这个主语结束了 然后卫语在这儿呢 was confined to 就局限于什么什么 局限于 这个搭配咱们一会儿会讲 局限于什么呢 to后面有两个病例的宾语 分中间有an的连接两个宾语 第一个宾语是个名词短语 就是two dimensional shape of the sea surface 就是海洋平面的二维的形状 就是海洋的表面二维的形状 在海岸线大概在哪个地方 一百年前知道这个情况 and引出第二个宾语 还是做this to的宾语 第二个宾语呢 也是个名词短语叫 the hazards of navigation 就是航行的种种隐患 这个hazard叫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或者隐患 那么什么隐患呢 presented开始一直到局末 是一个后制定语修饰这个航行的隐患 后面用的是presented 这是有来头的 固定搭配构成的隐患 叫present a hazard to 对于什么什么构成的隐患 所以这是被什么什么所构成的隐患 用动词present是对的 这个词汇搭配咱们一会儿会讲 是什么构成的隐患呢 by the irregularities 表示这个不规则 被这些不规则而构成的隐患 regular不是规则的吗 什么都不规则呢 in depths of the shed water close to the land 这是后制定语在修饰前面的irregularity 什么的不规则呢 深度方面的不规则 什么深度呢 of the shed water潜水的深度的不规则 什么潜水呢 括号里的close to the land 又是牵套在后制定语内部的 另外一个后制定语 它修饰的是shadow water 这个shadow water就是潜水 什么潜水呢 临近陆地的潜水地区 深度的不规则 而构成的对于航行的隐患 这个翻译起来别扭一点 咱们词性调整一下 这个深度的不规则 我们发现这不规则的深度 更符合中文特征 整个我们发现这句子 就是个简单句 它里面成分比较复杂 但不是符合句 就是个简单句 我们试着翻译一下 100年前我们对于海洋的知识 仅仅局限于这两个方面 我们知道什么呢 第一个知道海洋表面二维的形状 第二个我们知道 在由临近陆地的潜水区 不规则的深度 而构成的对航行的隐患 就第一个 100年前知道海洋的边际的形状 这个平面的形状 以及另外知道 在近海之处哪个地方有暗礁 就是突然间深度变前了 这个船可能会出礁 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 介绍历史上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 这个里面有些搭配 咱们细节看一看 首先就是这个 be confined to 局限于什么 它当然来自极物动作confine confine可以跟这词to搭配 表示把什么什么局限于某个地方 主动被动都可以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this attitude seems to be confined to the upper classes 我的这种观点 这种态度 似乎仅仅局限于上流阶级 class可以说回某个阶层 上流阶层的人似乎有这个观点 这种态度 但中下层似乎没有 仅仅局限于什么 可以用它 那么它有个非常常见的替换 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 经常可以换成动词restrict 借词不变 还是跟to搭配 再读一下中心动词 restrict restrict 还是跟to搭配 本文中可以替换 完全可以换成 Our knowledge of the oceans 100 years ago was restricted to the two-dimensional shape of the sea surface 完全一样 这是可以替换的 就局限于某个范围之内 可以用它 当然这个be confined to 有更多的用法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也用得很好 就表示因为病 而不得不待在某个地方 因病卧床 因病必须坐在轮椅上 这个时候也用be confined to 这个就更专业了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一般不用be restricted to 这个用法 这个是confined本身 一个特殊的用法 我们再看例子 be confined to 表示因为病 不得不待在某个地方 这一般用被动 比如说 after the operation she was confined to bed for a week be confined to bed 就卧床 因病而卧床 这个时候床铺前面 是不加贯词的 不加贯词 直接用be confined to bed 因病卧床 再比如说 although confined to a wheelchair she was very active in social life 尽管因为病呢 不得不待在轮椅上 可能是残疾人 但是这个女孩子 没有因此而颓废 她的社会生活中 社交生活 非常的活跃 although confined to 是不是上台省略了 although she was confined to she was被去掉了 因为壮语从前主语 she就是主就主语 she 后面是必动词 那么主语跟必动词省略了 这是壮语从前的省略 咱们讲过 这是confine 这个词本身 特殊的用法 好 我们再回到本文中 我们一百年前 对海洋的知识 仅局限于什么呢 第一个 是the two dimensional shape 咱们以前在十六课讲过 dimension 或者读成dimension 可以表达空间的维度 two dimensional 就是二维的 三维立体的 咱们讲过 three 连字符 dimensional 三维的 就好了 二维的形状 就是我们了解海洋 表面的形状 边缘在哪个地方 别的海洋了解什么呢 and 引出第二个病例的病语 做其次图病语 the hazardous of navigation 航行的隐患 咱们复习 在二十五课里面 咱们讲过 隐患 hazard的这个词 就是讲噪声那颗主 这个hazard这个词呢 强调 这个 隐藏的危险 尤其是强调 意外的 不知道哪一天 就会出这个事 咱们类似于中文中 隐患这个词 咱们回顾一下 咱们讲过这个搭配 比如说是一个 健康隐患 be a health hazard smoking can be a health hazard 吸烟可能会成个健康的隐患 不一定刚吸烟就死了 那就没人抽烟了 但是有可能引发肺癌 这儿的病 be a safety hazard 一个安全的隐患 be a fire hazard 火灾的隐患 be a traffic hazard 交通的隐患 等等等等 这是隐患这个词 本文中是航行的隐患 用它 也是对的 然后我们复习一下构成隐患 咱们说过 可以用动词be 或者present 或者pose 或者constitute a hazard to 构成了对什么什么的一个隐患 本文中显然用的是 动词present 因为你看航行的隐患 后制定是presented by 被什么什么而构成的隐患 这个用的是presented 你用pose或constitute 是完全一样的 构成隐患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复习 the busy traffic entrance is presents poses constitutes each one's okay 都可以 a hazard to pedestrians pendestrian 就是行人了 这个繁忙的 这个交通入口 车辆入口处 对于行人构成隐患 车进进出出 搞不好那天 就创上人了 构成隐患 可以这么说 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曾经讲过 它的形容词形式叫 有风险的 有隐患的 hazard 我们叫ous就好了 ous没有字母 所以不要够舌头 不要做hazardous 它博着这么多的 大声来面 hazardous hazardous 有风险的 有隐患的 就好了 复习第三课 第三课里讲过 另外一个 风险 就是危险 还有它的形容词形式 非常危险的 叫perial 名词 还有形容词perilous 我们当时讲过 这个perial和perilous 表示危险的时候 表示极大的危险 随时可能会丧命的 这种非常大的危险 它比这个hazard隐患呢 语气要强烈很多了 它是每一秒钟 一失足 一不小心命就没了 我们先读一下危险 这个名词 perial 再读形容词 perilous perilous 同样不要动着perilous 没有字mar 是peril 不是ler 不要勾手的 在里面 perilous 非常有危险的 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那么这个名词呢 经常跟这词in搭配 处在危险之中 比如说 the ship was engraved perial 这个轮船 处于极大的 严重的危险之中 这个perilous 本身严重程度就很高了 再用grave 这个词 grave就相当于 serious very serious 严重的 再用它来修饰 是更厉害了 说明这艘船 每一秒钟 都有可能会沉没 极大的危险之中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另外一个危险 这么第三课的词词 有复语 还有一个 也是用于固定搭配 处在极大的危险 野环之中 跟这个perilous 可以说是同一词 就是我们大声 先读一下 Jeopardy Jeopardy 这后面有字母 要够手头了 在里面 Jeopardy Jeopardy 也是极大的危险 或隐患 就随时都可以出事 随时会出事件 它很少用于 其中词形式 一般都是名词 名词前面记住 加其次in 就好了 in Jeopardy 处于极大的危险 隐患之中 比如说 a miner's life is often in jeopardy miner是矿工 就是挖矿的那些矿工 一个矿工的生命 经常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吓到弟弟 就挖煤矿 特别是那黑煤油 搞不好命就没了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the industrial depression put many men's jobs in jeopardy 你看它经常可以和动词put搭配 把什么什么 使什么什么 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后面这次还是跟in搭配 我说这个工业产业上的不景气 depression萧条不景气 使得很多人的工作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就是每一天都有可能被炒鱿鱼 战战兢兢 这是处在随时可能发现的危险之中 in jeopardy 可以同时记住 那本文中呢 用的是隐患 hazard 构成隐患 四个动词 任选其一 我们在复习还讲过构成的威胁 这四大金刚又出来了 还是be present pose constitute 都行 然后a threat 或者是a minus to 这两个名词都可以表示威胁的意思 这两个名词同一词 manus更为正式一些构成的威胁 随便看一些例子 你比方说 inflation may pose a potential threat to China's social stability inflation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可能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 通货膨胀 老百姓潜成纸了 有可能社会不稳定就造反了 这个social社会的stability来自stable稳定的 稳定名词叫stability就好了 构成了阴影化 再比如说 religious extremism constitutes a grave menace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宗教上的extremism 咱们才能猜到就是极端主义 它来自极端的这个形式extreme 注意不要读extreme 要浊化 ex 有一个s在作怪 后面众读时圣诞要震动 我们读一下这个极端主义这个词 extremism 再来一遍 extremism religious extremism 宗教极端主义 构成了对于这个地区 它的安全和稳定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grave刚刚见过是严重的 这个安全security 但是这个安全是防备坏人 防备敌人 而我们以前说那个safety那个安全 是不要什么触电的溺水 不要出现事故 在本文中用这个security用的是更加准确一些的 这是构成了威胁和构成了隐患 好 再回到文章中 后面是什么行情的隐患呢 看到后置证语是presented by the irregularity present 咱们说了 let's present a hazard 构成了隐患 为什么呢 被不规则 在深度方面不规则 in depth 什么深度 of the shallow water 潜水的深度 什么潜水 close to the land 临近陆地的 潜水的深度的不规则 调整一下磁性 变成了由临近陆地的潜水区 不规则的深度 而构成的对于航行的隐患 在100年前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但是作者说 大海哪有这么简单呢 我们海底世界 还是一无所知 在100年前呢 我们看一看第二句话 作者进一步说了 the open sea was deep and mysterious and anyone who gave more than a passing thought to the bottom confines of the oceans probably assumed that the seabed was flat 这个又是由and引导的一个并列句 and是连词 并列连词 那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很短 是个简单句 辽阔的大海深邃而又神秘 就是可不简简单单是 什么表面和潜水区的那点不规则呀 那大海有好多秘密呢 是这么来说 open并不是打开盖的 而是辽阔的一望无垠的 辽阔的大海深邃又神秘 and anyone 任何人 是什么人呢 我们看到 呼引导的 这黄音色的到ocean是结束 商量是定义送去 who gave more than a passing thought to the bottom confines of the oceans give thought to 是固定搭配 考虑 passing是一过性的 一闪念 叫a passing thought more than跟名词 我们以前讲more than加名词 仅仅是一闪念了 就是稍微仔细的考虑一下 就这个意思 比一闪念要好一些吗 稍微仔细考虑一下 这个大海海底的这个范围 这个边界 confines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咱们在第十七课 讲兔子 那课就说过 可以表示边界界限 limits 哪怕稍微仔细的 那么比闪念多一点 稍微用点工作 想考虑一下大海的这个边界 会怎么样呢 那么anyone是主语 后面定语从句 anyone way在这呢 probably有可能 assume有可能认为 后面那个 that开始了句末 这个在下滑线的协体字 黄颜色的 但是避语从句 可能认为海底呢 就是平的 注意assume 留贬义词的味道 强调没有依据的猜测 而且暗示 往往是错的 是不合理的 本文中用的也是恰如其分 所以词法 句法各个方面用的 非常准确 值得咱们去学习借鉴 这里面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give thought to 这个在第十六课讲过 还可以用give consideration to 从含义类似 就是考虑某个东西 考虑 咱们第十六课曾经讲过 那本文中呢 有个more than a passing thought 这个passing 当然如果英国人读中passing 美国人把a 变成a 叫passing 什么叫passing呢 就brief and not serious 很短暂的 而且不是非常严肃的 并不是非常认真的 就是很不经意的 短促而不经意的 他并没有很认真的 去做这个事 叫passing 我们看个经常 可以修饰名词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passing thought 就是我们说的 一闪念 大概想了一下 然后又想别的了 想得很短促 又没有认真考虑 叫passing thought 同样 a passing glance 就是扫视一眼 glance就是用眼睛 瞟一下 passing呢 很不经意的 扫了一眼 就没有认真去看 短促不经意的 对吧 还有passing craze 对某个事情的 一过性的狂热 大家最近很喜欢的东西 但转瞬 又喜欢别的了 这个东西又不喜欢了 叫一过性的狂热 这是passing 那么本文中呢 叫more than a passing thought 刚才说了 这个more than 表示比什么什么 要好一些 不仅仅是这个 不仅仅是一闪念 就是比一闪念 要多一些 也就任何人 只要稍微仔细地 考虑一下 海底的边界 就这个意思 more than表示 比它好一些 不仅仅是这个 我们在第二个 就见过 咱们先复习 请看第十一页的 第十二行 第十一页的第二行 第十一页的 第十二行 就是第二颗里面 十一页的第十二行 他说 就看这片段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more than the wildest guess and how many they kill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guess 表示猜测 make guess 表示猜猜看 对什么猜 后面加记词at 但the wildest guess 我们在当时讲 wild 就胡乱的 离奇的 瞎猜 the wildest guess 就最最 胡乱离奇的 瞎猜 那么more than 就不仅仅是 一个非常离奇的 瞎猜 比最胡乱的 瞎猜 稍微好一些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对于蜘蛛到底 能杀死多少昆虫 要做一些 稍微仔细一点的 猜测 这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能做一个 非常概要的猜测 稍微仔细 做的猜测 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当时 还特别讲过 这个more than 这个当时 书后我们说 书后的中文翻译错了 这more than 是比什么 是不是稍微好一些 当时书后 译文翻译着 要对他们猜多少 杀多少昆虫 完全不可能 如果完全不可能 那为什么后面 有个大概 估算他们杀死的昆虫重量 比英国人的 全体英国人 加的一块重量 还要多呢 所以做大致估算 还是可以的 但稍微仔细的猜测 这几乎都是 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more than 跟第三十颗 这个more than 用法是完全一样的 注意加名词 不经济是 比它能好一些 那么 the bottom confines of the oceans 咱们在十七课就讲过 confines表示范围边界 就是limits 海底的这个范围边界 相当的limits 表示这个用法 我们早在第十几课就见过 咱们再看一看 第九十八页的第十五行 九十八页的第十五行 你看他这么说 is the noun however remain within the confines of his estate 就是这种多发行年流 这个病毒 然而呢 并没有老老实实待在 它的一个庄园的范围之内 within the confines of 我们当时讲了 在什么什么的范围之内 这里confines 终于在前面 习惯用复数跟本文中的用法是一样的 那么稍微仔细考虑一下 海底的边界范围会怎么样呢 probably有可能assume net 有可能认为the sea bed the sea bed 刚刚用过的 用过了bottom了 对吧 我们在用seabed或seafloor 都可以用海的底部bottom 用地板floor 用bed用床都行 都可能以为呢 海底是flat平的 我们说了这个assume 它对非有贬义词的背道 就大家使用时要注意 有贬义词味道 它暗示瞎猜 而且没有依据 而且往往是不合理的 我们看这个例子 some debaters waken their case by assuming too much 有一些变手呢 因为主观推测过多 而削弱了他们的论证 debate 正式的辩论会 debater就变手了 case 这里相当于argument 就是有论据 有结论的这么一段话 就可以叫case 这多意思 assume是没有理由的 没依据的瞎猜 主观猜测太多 而削弱了论据 assume这个词 暗示没有依据 而且暗示是不合理的 而且往往是错的 本文中用的是对的 海底怎么可能是平的呢 但很多人以为呢 还以为海底是平的 这个主观推测 瞎猜 还有一个稍微困难一点的词 叫postulate 也是表示 没有依据的瞎猜 我们大声先读起来 postulate 中间这个字母 替发ch 这个声音 再来遍 postulate postulate 表示没有依据的瞎猜 而且暗示呢 往往是不合理的 而且呢 他猜测的内容 往往是一个理论 一个体系的根基 就是这个根基基石 是瞎猜的 暗示 他猜测 推测东西 是一个理论 学术体系的一个根基 我们看一个例子 Ptolemy postulated that the earth was at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Ptolemy 是著名的 古希腊的天文学家 托勒密 这个人 我们到了未来 三十二颗加力的重生 还会见到这个家伙 注意这个P是不发音的 不要读这个Ptolemy 他不这么读 P不发音 大声来没 Ptolemy Ptolemy 就是托勒密 这个人 他当时假定呢 地球在宇宙的正中心 而建立起来 他整个地心说的 天文学的体系 这个理论 但这个基石是瞎猜的 这个时候用postulate 是恰如其分的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词 Presume 在三册的三十六颗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怎么说过 这个词有褒义词的味道 它强调 是有依据的推测 而且往往是正确合理的 你看这感情色彩是不一样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Presume Presume 好 你比如说 From the way they talked I presume that they were a couple 从两个人说话的样子 我推测 这两个人 两口子是一对 这个暗示有依据 而且往往暗示是合理的 但是无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怎么都可以用suppose I suppose 我推测 这个没有感情色彩 就是一般的推测 所以assume 或者presume 注意感情色彩 本文中用的完全正确 好 第一句说了 一般年前对大海的认识很肤浅 真的很肤浅了 对吧 然后呢 但是我们说大海呢 是深邃而又神秘的 那后面就描述了 人类慢慢慢慢 对深邃的大海的 了解的过程 咱们看这一百年中 人类做了哪些进步 我们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也很复杂 它这 Sir James Clark Ross had obtained a sending of over 2,400 fathoms in 1839 but it was not until 1869 when HMS Percupine was put at the dispos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everal cruises that a series of deep soundings was obtained in the Atlantic and the firs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y dredging the bottom 句子又很长 那不着急 慢慢慢慢来分析 这个butt 还是个病的连词了 对吧 先看第一句话 他说 詹姆斯克拉克 罗斯爵士 我们说的名字前面 加一个Sir 不能翻译先生了 因为Sir 表示先生 得单独使用 Yes Sir 先生跟名字 都用Mr 这是爵士 那么这个人爵士 怎么样呢 他在1839年 就曾经测得了 一个2400英雄的 这么一个深度 Sanding 是个术语 就是深度 水的深度 这个Fathom 是表示海洋深度的 一个量词 叫做群 也叫鹰群 这个在圣词表里有 一群大概是1.8米左右 2400群大概超过4000米了 就是当时测得了海洋又这么深 这是比当时100年前那个 所谓的当时的 这个 这个进水地区 不会的深度 有暗礁 那要更先进一些 更先进一些 But 但是 引出第二个并的句 But是并的连词 It was 直到It was not It was not 一看明显 强盗巨型了 被强盗的是 Not until 这个时间状语 那是直到了1869年 我们说强盗巨型 后面为什么叫Wayne呢 我们看这个Wayne 根本不是跟强盗巨型 搭配的那个连词 而是一个非线的心动语从巨 它不是修饰1869年 这个年代吗 所以这两个逗号之间 是一个非线的心动语从巨 修饰1869年 那年发生哪个事呢 就是皇家舰艇 豪诸号 HMS 叫皇家舰艇 它缩写代表的是什么 咱们一会会说 豪诸号舰艇 被交给了皇家协会来使用 做了几次航行之后 这个用的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at disposal of somebody 就是规模上来使用 咱们一会会说 disposal在这里 比较安排处置的意思 由它来安排它的处置 就都给你用了 that终于看到了 这个net 不正是跟前面 it was固定搭配 那个强盗巨型里的net 那么被强盗的是 not until 只不过挂了个定义 从去修饰这个1869年罢了 这个net是强盗巨型里面那个net 那么在那个时候才怎么样呢 a series of deep soundings 就一系列的 很深深的 这个海洋深度的数据 was obtained 被测得了 被获得了 为什么这个深度用复数 后面未动从单数呢 因为它是a series of 它主义是一系列的 这儿呢是单数 怎么进一步看到 如果用一系列的 这个做主义的话 那一般来说 未动从单数 反正更常见一些 它是一系列的 不是两系列 被测得了 那在哪呢 in the Atlantic 在大西洋测得了 很深的深度 并且and 还有怎么样 还有什么收获呢 the firs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y dredging the bottom 那么第一批呢 海底的这个样本呢 被收集来了 通过什么呢 通过挖掘海底 dredge 可以表示挖掘河底 海底的淤泥啊 等等 叫挖海底 挖河底的淤泥 叫dredge 动算一下是dredge 去掉e 叫ng就好了 好 这是大致的这个题目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句子里面的 语法的一些 这样一些变化 一些情况 下面咱们看看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 测得了一系列海洋深度数据 1839年测了2400英雄的数据 这个没什么说的 但是直到了1869年 皇家舰艇 HMS 这个作为常识 咱们了解就好了 HMS 有的时候可以把那三个点都去掉 就是不要这个缩写服务也行 什么意思呢 皇家舰艇 咱们一开始缩写 HMS is short for her or his majesty's ship 国王陛下的船 我们叫皇家舰艇 就看着国王是男的是女的了 如果是女王呢 叫her majesty's ship 陛下的船 如果这国王是男的国王呢 his majesty's ship magic不是陛下的意思吗 就陛下 国王陛下的船 所以我们叫皇家舰艇 好诸号 怎么样呢 was put at a disposal of 这来自于disposal disposal本来叫处置 处理 有某人来处置处理 我们说垃圾处理 叫garbage disposal 就这么一个 但是这个搭配呢 叫at one's disposal 当然这个人如果是代词的话 用鼠格放到中间 叫at his disposal my disposal 但这个人如果是个名词 或者是特别长的名词 咱们更喜欢用后面一个 at the disposal of 本文中呢 是at the disposal of the royal society 皇家协会 这个叫长 用后面的搭配 但都是表示 是规某人来使用 就是安排处理 处理的权利都给你了 你沙滑传流都给你了 给某人来使用的意思 而且这个搭配一般多根put 本文中的动词 或者换成动词place 放在什么里边吗 放在他的处置权里边了 归你使用了 就这么一个 我们看例子 he put or placed his house at my disposal during my holiday 这个句子看得特别清楚 在我放假期间 他把他的房子呢 交给我来使用 就是你住我那去吧 我的房子空着 住那去吧 那安排处理权利都给我了 你爱开门 爱关门 爱上厕所 爱打开窗户 都随你一遍 就是规模人使用 put something 或place something at one's disposal 在这呢 因为我是个代词 就不说 at the disposal of me 这好别扭啊 at my disposal 但本文中呢 他这个人是一个组织 叫这个 the royal society 皇家协会 注意 society不是社会 是协会 社团 那么这是一个名词短语 就换成了 at the disposal of the royal society 就好了 但动词还是用put 只不过本文中用的被动 就这个 皇家建庭豪诸号 被交给了 这个皇家协会来使用 进行了几次航行之后 就这个意思 或者我们中文中 可以用主动来翻译 就皇家协会使用 皇家建庭豪诸号 进行了几次航行 主动更加通顺 这都可以 那么才怎么样呢 这个才 that 是跟前面的it was 搭配的联词 这是强调句了 一系列的很深深的 这个深度 被错得了 a series of 后面 was用的是单数是对的 咱们说个 跟the a 从主为一致同意了 在大象地 并且呢 通过挖掘海底 取得了 第一批的海底的样本 咱们试着翻译一下 整个这个强调句 就翻译这强调句 既然是强调这个1869年 咱们就先翻译它呗 我说直到1869年 咱们皇家协会能主动吗 皇家协会使用 豪诸号皇家舰艇 进行了几次航行之后 才在大象地 测得了一系列 很深的海洋深度的数据 并且通过挖掘海底 收集了首批样本 这个句型啊 非常漂亮 咱们不妨可以借鉴一下 it was not until 就答答答答 when再加上that 这个it was跟that是固定搭配的强调句 那强调的是not until 这个固定的时间状语 然后呢 再用when非现代性能语从句来描述 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这句型特别管用 被句子不如被句型嘛 被句子是死尸 句型是灵魂可以附体啊 拿过来就可以用了 造个句子吧 直到1949年毛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才最终获得了解放 并且成了国家的主人 领袖宣布重大事件 可以用动词proclaim这个词 然后获得解放 achieve liberation 并且成了国家的主人 那么我们看这个 按照本文中这个结构怎么组织源 是不是可以说 直到1949年 it was not until 1949 逗号 然后那年发生什么事呢 那年发生事是毛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什么when非现代性能语从句吧 中国人民才获得了解放 解放被取得了呗 并且成了国家的master主人 咱们试试看 这句话该怎么说 直到1949年 it was not until 1949 逗号发生什么事呢 when chairman Mao proclaimed the foundation成立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好 出现大家都楼 that 怎么样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民 finally achieved liberation and became masters and becam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好 出来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it was not until 1949 直到一九四几年 发生什么事 定义从句 when chairman Mao proclaimed 宣布了 the foundation成立 中华民国的成立 那么中国人民 才终于获得了解放 achieve liberation 并且成了国家的主人 这个句型特别管用 本文中呢 出现了重点的 not until 直到 才 怎么样 咱们下面再看看 这直到才 我们在作文中 经常可以说 直到什么什么时候 才如何 这个not until 是个五星级的重点表达 但是这个直到才 除了not until 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呢 我们最多常见的选择 除了not until之外 就是only only加状语 翻译特别灵活 如果不是表示 时间的这个状语 翻译成只有 什么什么才如何 如果only加上 表示时间的状语 就不能翻译只有了 得翻译直到什么什么 才什么怎么样 只有才 直到才 就和only后面 加的是什么状语了 那本文中呢 我们也可以用only 这个词带进去 我们先看一个 简单的例子 only then did he realize he was wrong 直到那时 他才明白他错了 这个only 后面跟the then 是个时间的 表示时间的副词 这是个状语了 那only加时间状语 后面得翻译直到才 但是only这个词 放在聚首 他后面要用部分倒装 这是怎么三次的实施了 这个时候呢 注动词放在主意前面去 直到那时 他才知道他错了 那本文中 这强调距离 把not until 和only怎么说呢 很简单嘛 那么我们记得 it was only 但注意哦 only后面加状语 可不能说 it was only 直接加这个年代 什么 这个1869 那不行 因为only它加状语 not until 后面直接加年代 当名词做until的宾语了嘛 only它加状语 随着加in 这个主意别把我弄错了 it was not only I'm sorry it was only in 1869 不要忘记这个in 因为only后面跟状语嘛 你不能跟个名词嘛 对不对 但not until 是跟这个年代 是可以的 it was only in 1869 1869年 when 再写下去 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 因为only可以加状语 我们可以把这when呢 不当等语重句了 直接当时间状语重句 放到only后面也行 it was only when 什么什么 把在1869年放在 时间状语重句里面 也行 你看这个句子也行 it was only when 这被强调的就等于是 这个only后面跟的这个 是时间状语重句了 这when就博弃定义重句了 when HMS Percupine was put at the disposal of the real society for several cruises in 1869 把这个在1869年吸收到了 when重句里面去了 也成立 语法也成立 只不过刚才那个句子呢 就是用先加1869年 这强调的是1869年这个事 而后面这个句子呢 是强调这个事情 1869年是稍待说了一下 强调的内容有错重有所不同 但语法上都是成全 我们记住 这个直到才用only加时间状语 注意是状语哦 也可以表达类似的含义 好 这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这个在1869年 当时已经对海洋顺度有了些了解了 那么逐渐人们对海洋的了解越来越多 咱们看第四句描述了进一步的 慢慢的对海洋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了解进步 看下去 他说 Surely after this the famous HMS Challenger expedition established the study of the sea floor as a subject worthy of the most qualified physicist and geologist Surely after this 这是个时间状语 在此事之后不久 Surely after固定答费 在此事之后不久 这after呢 当借词 当连词都行 它可以引导时间状语从句 也可以加一个名词 本文中当借词来用 是可以的 在此事之后不久 就刚才说那个豪诸号那个事 著名的另外一个皇家舰的挑战者号 远征 我们说expedition 远征 考察 探险 生存中讲过了 带有特定目的的长途旅行 established 只跟后面这个s固定搭配 确立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 确立了后面这个东西 什么什么这么一个地位 确立了对海底的研究 刚才我们在海底出现过 那个什么seabed 什么bottom都出现了 或者seafloor了 都一样 也是海底 那确立了为是什么呢 是这么一个地位 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这个学科怎么样 worthy of 一直到最末是后置证语 修饰这个subject的学科 worthy of是值得的 worthy本身是行词 be worthy of 毕动词没了 行词端语 从后置证语 修饰subject worthy 后面跟of搭配 值得什么 最有资质的那些物理学家 和地质学家去研究的 这么一个课题了 这是从语法的分析 语法分析中之后 我们的句子看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但是我们要会用 我们再深度钻研 因为我们要会写 surely after 是在什么什么之后不久 同样的surely before 在什么什么之前不久 同样记住 after和before 既可以当借词 也可以当连词 两个都是 后面跟时间状态重聚 也行 还有一个不久之后 单独 两次放在一块 单独做一个状语 不久之后 类似于 before long 这个搭配 就是我们先跟着二次的 这样过的 我们再读一下 surely afterwards surely afterwards 就类似于 大家更熟悉 before long 不久之后 这是单独使用的一个 好 在此时之后不久 著名的挑战者号 皇家舰艇的远征 怎么样呢 确立了对于海底的研究 是一个值得最有资质的 物理学家 地理学家 重拾的这么一个学科 确立了某人某屋的地位 这个叫establish 先加并语之后 再加其次s 再加他什么什么地位就好了 确立了某人某屋 什么什么的地位 我们看一下例子 he had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musician by the 1980s 早在1980年代的时候 他就确立了自己音乐家的地位 确立了某人的某个地位 这个搭配完全正确 我们看establish 后面未必是人 是一个什么事物 组织 也行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句子 郑和的七次远征 确立了中国 当时世界海军强国的地位 郑和下西洋 这个远征考察探险 咱们可以用expedition 还记得吗 那么海军的 可以叫naval 圣词中讲过了 强国用power这个词就好了 咱们看这句话很好说 我们的郑和 seven expeditions 怎么样 established China as the world's top naval power naval是海军的 咱们讲过了 郑和的七次远征 确立了中国 当时世界上顶级海军强国的 这么个地位 power表示 很有威士的 很成功的一个国家 power这个意思 那本文中是确立了 这个对海的研究 是什么地方 是这么一个课目 一个这个主题 是什么呢 worthy of the most qualified physics and theology be worthy of 是固定搭配 值得什么 注意这个worthy 在这形容词 注意teach是着福音 声带要震动 跟老师读一下 worthy worthy be worthy of 是值得什么 off和我们当然加名词 还有一个值得去做模式 这时候用be worthy to do 主动 或者被动 be worthy to be done 就好了 值得做模式 这个也对 但是大家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值得 就是把我们的y去掉 用worth 这是着福音了 声带不震动了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worth worth 首先这个词性 我们很多字典把它解释成介词了 确实解释成介词更好记 为什么 它后面直接加名词或动名词 be worth加名词或动名词 但注意be worth 后面这个动名词doing 一定用主动 即便它是被动的含义 也用主动表达被动含义 这是比较讨厌的一个 很容易用错 但be worthy后面这个不定式 该主动主动 该被动被动 这个必须把它分开 我们来看当年考研写作中 有同学写错的一句话 咱们看能不能给他改一下 这个单词用得很好 可惜 白笔微霞 贤者惜之 到最后错了一点 咱们看前面说的不错 the day when Beijing won the right to host 2008 Olympic Games is worth being celebrated 他知道这个words 后面加名词动名词 但是用被动用错了 但全部用得很好 这一天哪一天呢 定义从具 北京赢得了这个权利 什么权利 一般过去是win 变成won 一般过去是host 作名词可以为主人 作动词就主办了 主持了 主办2008年 Olympic运动会 Olympic Games 咱们讲过了 这一天怎么样 值得庆祝 但这搭配错了 我们大家得怎么改一下 be worth后面两个改法 要么加名词 要么加动名词的主动 所以可以用be worth celebration正确 或者是is worth celebrating 都对 所以words后面 用名词或动名词主动 但我问大家再改一下 如果用worthy怎么办 is worthy 第一个是叫off加名词 第二个叫to do 得用to be done了吧 被动 值得被庆祝啊 所以你看worthy这么改 is worthy 主意变老变得清楚 worthy了 第一个用法用of celebration 第二个用法用be worthy to be celebrated 值得被庆祝 这个就都正确了 所以注意这个值得呀 两个搭配 翻过来倒过去 把它弄清楚 好 再往后看 值得怎么样呢 值得最有资质的 这个物理学家 第一流的地理学家研究的课题 这个qualified 叫做有资质的 能够胜任的 他尤其表示 通过了某种专业的考试和培训 拿到了文凭有执照的 有资质的 特别像这个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 qualified qualified 你像a qualified doctor 一个有资质的医生 有执照啊 我经过多数年的培训 现在是这个博士 我有这个执照的这个当一 当大夫这个这样一个资格了 a qualified architect 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师 他并不是那些业余爱好者 有资质 专业的 这么一个 那么他来自动词 qualify 就有资格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动词 qualify qualify 这个词作动词呢 搭配也很重要 它有两个搭配 第一个是 有什么什么的资格 后面直接加这词s 比如说 I qualified as a doctor from Peking University last year 去年 我从北大毕业 有资格成为一名医生 就是 学医学毕业之后 成为有执照的一个医生 qualify as 有什么什么的资格 第二个搭配是 qualify 后面加for 有资格得到什么 有资格获取什么 后面加这词s for 这个搭配不一样 含义就不同嘛 she doesn't qualify for maternity leave because she hasn't been in her job long enough 这个女人现在没有资格 获得产假 大家还记不记得 maternity leave 叫产假 leave是假期 maternity是motherhood 妈妈的身份 因为她在她的职务上 待的时间还不够长 没有资格获得什么 那么有什么什么资格 就qualify as 有资格获得什么 就qualify for 注意搭配是不一样的 这是有资格 但是还有一个呢 叫做授权某人去做模式 这个从含义不一样 我们大声读一下 authorize authorize 这是授权某人做模式 比如说 Ewen does not authorize U.S. to use force against Iraq 联合国没有授权 美国对伊拉克动武 使用武力 就是use force 授权 名词授权 直接把它变成名词情绪就好了 我们读一下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你看还说刚才那个事 U.S. waged war on Iraq without UN authorization 表达意思类似 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 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 发动战争 也是三侧的知识 动词用wage W-A-G-E 一般过去是加了个字母D wage war on 对某国发动战争 就好了 这是描述了慢慢 这个挑战者号 你看又进一步 确立为 值得最优秀的物理学地质学 去研究的课题 说明海洋越了解 我们觉得越深邃 越神秘 这是我们的第四句话 咱们看到这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五句 加弥际画中作者说 后续的一些行动 证实了挑战者号的发现 咱们看这句话 看屏幕 他说 A birth of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the laying of submarine cables soon confirmed the challenger's observation that many parts of the ocean were two to three miles deep and the existence of underwater features of considerable magnitude 那么这句话 首先它的主语是 a birth of activity 突然出现的大量的行动 这个a birth of 可以表示某个事物 某种行为的突然间的爆发 这个在我们以前讲睡眠 那一刻书曾经说过 然后后面那个画横线 下滑线的这个部分 明显是后制定语了 过去分词短语 到后制定语修饰这个activity 什么行动呢 与铺设类是铺设了 铺设海底电缆相关的 be associated with 与什么相联系 与铺设海底电缆相关的 一系列的突然间出去的活动 怎么样 很快证实了挑战者好的发现 observation是多一词 既可以表示发现 也可以表示某人的评论 或者说的话 在这当然指发现 发现有什么呢 你发现发现后面有两个同位语 第一个是that引导的同位语丛句 从that开始 一直到这个mild steep到这结束 这是个同位语丛句 说明第一个发现是这个 然后and引出第二个同位语 这是个名词短语 在existent到句末 这个名词短语 依然做observation的同位语 咱们看到 最正式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现在我们先看这个同位语丛句 那么海底的很多部分 可以有两到三英里这么深 两到三英里这么深 那么冰险呢 还存在着大量的海水下的特征 the existence of underwater features 就是水下特征的存在 什么特征 后面那个带下滑线的部分 当然是后制定语了 of considerable magnitude 咱们在生死中讲过 magnitude表示特别特别的巨大 重大数量或者体积之大 而且一般经常可以用在of后面 我们说世界性的巨型的危机 a world crisis of considerable magnitude 还记得吗 这是表示非常庞大的 庞杂的非常众多的复杂的海下水下特征的存在 水下特征的存在不符合中文特征 咱们把磁性调整一下 那第二个发现什么呢 存在着非常非常之复杂的水下的特征 存在咱们能动词来翻译就好了 对吧 整个翻译一下这句话 那么与铺设海底电缆相关的 突然出现了大功的行动 很快就证实了挑战之后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海底的很多地方有两到三英里这么深 并且存在着相当相当复杂众多的水下的特征 这是描述着人类逐渐的慢慢的 对于海底的慢慢了解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主意里面的burst 这个burst的本意表示爆裂裂开炸裂开 叫burst 你看我们经常说 One more bite and I'll burst 哎呦我可吃不了了 再吃以后肚子爆炸了就 I'll burst 就是裂开炸开 你看这句话 The buds were all bursting 这个bud就花雷花咕嘟 怎么样 这些花咕嘟都精香绽放 裂开一样 啪啪啪 一个一个花打开了 就炸裂爆裂开 很形象 我们经常可以表示 突然间做某事 尤其带声音的 因为burst into加名词 有突然间开始做模式 burst into tears 突然间大哭 burst into laughter 突然间大笑 burst into song 突然间大声唱歌 也是突然间爆裂 有这声音 但是burst into加名词 但burst out加 doing 也是表示突然做模式 这搭配可以替换 比如说burst out crying 突然间大哭 burst out laughing 突然大笑 burst out singing 突然间大声唱歌 这是burst 本身有爆裂 炸裂 包括一些固定搭配 可以记住 那本文中这个 a burst of something 表示突然 某个事物的突然一阵爆发 某个事物 某个东西 突然一件大幅度的增加 爆发 你比如说 a burst of speed 突然间加速 a burst of laughter 突然间的一阵笑声 a burst of anger 突然间发脾气 a burst of activity 本文中的突然出现了 大规模的行动 就某个事物的一阵的爆发 就突然间 这个开始做这个事 我们比如复习一下 19课 这个论睡眠的本质 那棵书 就是110页第14到第15号 咱们讲过 110页第14到第15号 He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individual's sleep cycle is punctuated with peculiar bursts of eye movements some drifting and slow at a jerky and rapid 我们当时还讲过 但是他就是他的实实 这个实验结果 表明普通人 他的睡眠周期 往往穿插着 非常奇特的 一阵一阵突然发作的 眼球的运动 burst of 眼睛突然间开始运动了 有一些飘忽不定 有些缓慢 有一些互动互停 而且很迅速 我们当时讲过 这是某个东西 突然间的一阵爆发 本文中就是 突然间的一阵行动 什么呢 associated with 是与什么什么相关联的 与铺设 类是铺设来 铺设海底 电缆相关的 大工的行动怎么样 很快就证实了 挑战者后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两个同位于 我们说的 第一个是同位于从距 海洋的很多地方 有两到三尺深 第二个是明思端雨 就是存在着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可观的 水下的特征 这是证实了 这个挑战者后的发现 我们看到第一段呢 是从历史这个角度 讲述了人类 对海底的 逐渐的慢慢的了解 那么第二段和第三段 重点讲解的是 海底的形态 以及它与大陆之间的关系 层次特别鲜明 第一段 跟老师先靠在这